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版本的孙悟空是这样的 可以说经典程度不亚于六少灵童版本的 只是他更虚幻一点而已了 孙悟空的一生可以这么总结 从出生到拜菩提老祖学迹 大闹天宫 被如来佛祖镇家五百年后 又任唐僧为师父 带着猪八戒 沙僧 四个人一路降妖出魔 维护正义 孙悟空的功劳最大 最后取得真经 被封为斗战圣伯 就结束了 孙悟空也成为人间正义的代表 都认为他是个正义的神 其实 孙大圣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就是他成为了别人运作的一枚棋子 如果你看过圆柱会发现 孙悟空当时去大闹天空 是被人一步步带着走的 总有些人在孙悟空犹豫的时候 出谋划策 煽炼小风 最终 把孙悟空推上了大闹天空的地步 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了 要说 最大的奸细 就是那个指引孙悟空去学艺的 通逼元侯孙悟空学艺回来 想操练猴兵 可是没有武器 这个时候 两个赤柯马猴 两个通逼元侯告诉孙悟空 他们有个老邻居有很多武器 可以去界点 就是东海龙王 后来两人结院 孙悟空还获得了定海神针 这边的四个长者一起提议 估计也是通逼元侯出的注意 为什么他不说 因为他知道什么都他提议 反而会让孙悟空怀疑 后来 孙悟空大闹天空后 就感觉深 不由己了 一步步的按着别人的计划走了 你取经可获自有 不取就被镇压 直到最后的取得真经 有人说 这盘骑是太上老军部的局 有的人说是如来佛祖部的局 不管如何 最后大胜的结局是好的 他也成为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中国的超级英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